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经离过婚 跟他在一起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但我心里一直是特别的矛盾的 我不同意分手 我可以改我的缺点 希望他能再给我们这段感情一个机会 他能这么喜欢我 我很感激 可我们真的不合适 他很多方面都太不成熟了 分开也许是我们最好的结果 我不同意分手 我可以改我的缺点 希望他能再给我们这段感情一个机会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周先生 31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孙女士 33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职员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算是有故事的人 是吧 是 你算是有经历的人 是吧 离异了 多久 五年了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 八岁 哦 八岁 孩子是跟你还是跟父亲 跟爸爸 跟爸爸 好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等于 对吧 是的 这是你女朋友 对吧 对 你是没结过婚的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这个很爱她是吗 对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认识多久了 我们是在13年的时候 年底 三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同一个公司 不同的部门 但是在工作上相互有来往 就这样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 我们是更多的是在工作上 接触的更多一些 什么时候从工作伙伴 变成了情侣 他追了我两年 现在是交往的一年时间 哦 追了两年啊 是 哎呀 不好追哈 对对对 怎么了 就是 但是像处的第一年 有时候总发生一些矛盾 他工作总是很忙 然后我觉得就是 在公共场合的时候 他总遇会跟我 是这样的 这些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之间 我是一个过来人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所以说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也挺纠结 也挺矛盾的 他呢 就从来都没有搞过对象 第一次 初恋啊 所以我觉得 就是 我考虑的多嘛 所以我就觉得 一直在拒绝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内心 曾经受过伤 很受伤 所以我觉得 就是不想 让我的下一段感情 甚至下一段婚姻 再有任何的闪失 就是你对这一段感情 看得比较重 说白了 是吧 是这意思吧 是 男生其实也看得挺重的 对吧 因为毕竟是初恋 对不对 对对对 爸爸妈妈知道 你们在交往吗 知道 反对吧 反对 你看 中国的父母 愿意管这事 可愿意管了 刚开始 就是我决定 跟他尝试着交往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我们的事情 告诉他的父母 那父母这件事 就强烈地反对 他父母也告诉过他 如果再跟我交往 可能会断绝母子关系 对 但是他还是坚持了是吧 对 他一直是坚持的 那你们俩这不就算 为了追求真爱 在一起吗 那怎么了 在交往的 这一年的过程当中 总是动不动 就会拿分手 刚开始 最初的时候 我也说过 我的条件在这 我比他大 离过婚 有孩子 他都知道 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会生活很累 他追你的时候 说他在不在乎这些 我告诉过他 他都知道 他说不在乎 不在乎 他是嘴上说说不在乎 可是说不在乎 事情不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次 我的电脑坏了 我就拿过去 让他帮我修 结果修好了 他送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 我电脑里的照片 竟然被他私自地 给我删掉了 是什么照片呢 他说的是那些个 就是他和他前夫 照的一些照片 而且是 我看的那是他 照片上有日期 全是近期的 肯定是他回家之后照的 这些情况 他是都知道的 孩子在他爸爸那儿 我每次回去 看孩子的时候 拍个合照 没有什么 至少这是 对孩子的一份交代 我觉得这些照片 在里面不代表什么 是你删的吗 是我删的 你就直接告诉老师们 为什么删吗 我觉得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我觉得你要尊重我 而且就是 你过去的事情 应该是要忘掉的 就是应该删掉的 那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我认为 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觉得那是我的过去 如果你真正的 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 来看待 你不会不尊重我 这最起码 我们之间的信任都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 我都特别地难过 这件事其实让你挺伤心的 对 你认为 男生嘴里面说了一套 实际做是另外一套 对不对 然后跟他父母的 这个互动过程 看来也不那么好 你家人见过他没有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原来他母亲是 来了北京的 本来我是 就是来北京 他的母亲来北京看病 我肯定要很热心地 然后去准备 然后我联系了医院的朋友 然后又找朋友 接了车准备 让他看完病 然后在北京转一转 这不是很好吗 就是作为一个男朋友 应该做的事情吗 但是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跟他提的时候 他却躲躲又闪的 就是总是避讳着 那为什么我不让你去见 他把我的照片删了 也就罢了 就在刚刚上个月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们俩在同一个公司 当然我的很多同事 他也都认识 也都熟悉 后期呢 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就跟我不在一个公司 那竟然在我的身边 放了个眼线 你知道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吗 竟然从老同事的口中 打听到我公司旁边的 另一个主管 对我有好感 就这样跟我大发脾气 还要查我的手机 查我的微信 我觉得这一点上 让我觉得我特别不能容忍 你还是我的男朋友吗 如果你真的体谅我 你不会去不尊重我的 你懂吗 这是你干的 不是 是你干的吗 怎么就有眼神了 之前都在一个公司 都认识的 如果没有事情 为什么有同事会说 我已经明确把我的立场 和我的态度 跟我们旁部门的主管 已经明确地表达 我觉得别人喜欢我追我 那是他的问题 我已经跟他明确表明了 那你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担心 我看你的微信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他的微信没有什么 我们在谈谈 有什么特别隐秘的事情吗 你觉得都应该 互相敞开的 对不对 不仅仅是这样 他竟然查到电话号码 在电话里 把人家数落了一顿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有站在我的立场想过吗 我如何以后 面对我的公司和那些同事呢 你讲过吗 你怎么不问问 我打了电话他说的什么呀 他说什么呀 我好奇 我打了电话我问他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 就是在谈恋爱在交往 他说知道 我说那你还在追他 他说你追你的我追我的 我觉得 有情敌来了 也有道理 所以我就把他给骂了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有明确跟那个说明白吗 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 我已经有男朋友 我们之间不合适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相处一年 你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真的很让我很难过 所以女生是用一个事实来回答了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不让你见我母亲 是因为你有诸多的毛病 所以不能见 对 就因为这样 我也不想让母亲 因为我的事而操心 再稳定一下 我觉得再说也不迟啊 明白了 女生是说我们在楚楚看 是吧 对 说心里话 我跟他在一起相处这一年 我内心特别地纠结 我不是说随随便便 我突然之间又接受一个人 这对于我来讲 我内心当中真的很难过 可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动不动就拿分手来跟我说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 不再是二十几岁的小男孩 小女孩那样 他老说分手是吧 对 这个你也得理解他 初恋嘛 我说分手其实全都是气话的 气话 你看这孩子没长大 一个大姐姐碰到一小弟弟 他做了很多事情 也是很让我伤心 你说说 你看今年他过生日的时候 过生日 对 我特地给他买了两张 就是最喜欢看的那个话剧的票 然后又说很忙 然后又去不了了 然后我说行这个去不了 然后就把票退了 然后当天我又买了蛋糕和玫瑰花 出去吃个电饭 然后吹个蜡烛许个院什么的 挺好 我的工作性质他不是不知道 那天真的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忙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在一个保健品公司做销售 是一个销售的主管 我也跟他说 我们改日再补这个生日 然后我来安排 我来请你 这样都不行 追到我公司 然后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一点脸面都不给我 在公司里就大发脾气 我觉得他这人就太不成熟了 你知道吗 我问几个问题好吧 你母亲的态度很坚定是吗 对 那你还娶她吗 想娶 什么时候娶 越快越好 越快越好 就急着要跟他在一起了是吧 对 就是你们结婚之后 可能他儿子要过来住住 你行吗 无所谓的 只要他不跟他前夫有什么来往 就是不 就儿子你不介意对吧 不介意 那你跟他结婚之后要生小孩吗 那肯定要 什么时候要 一两年吧 一两年 你喜欢他什么呀 我觉得就是 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对我指导的很多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也特别好 人好 特别有 而且还有正能量 你过去真没谈过恋爱啊 没有 为什么呀 可能在这方面比较晚熟吧 而且就追我一个 就是很快就结束了 好 就没追到 这是你第一个追到的女生 就是追的比较长吧 行 男生这个明白 女生我问问 这个男生你是觉得他不够成熟对吗 是 你希望要的男人 或者说下一次结婚的这个对象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给我描述一下 我觉得至少可以相互理解去信任 需要信任 还有呢 还有我更希望他跟我一样 可能更加有上进心 上进心这个刚才没说过 那你觉得他现在没有上进心是吗 你是主管 那你是 我在国企做那个工程师 不是 他不是说他没有上进心 是不是你的前夫跟你之间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对方不太有生活的上进心 不是 不是 你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初做销售嘛 会在外面来回跑 有的时候长的时间 一周 甚至可能更多一点点时间 所以说他不太喜欢自己的媳妇出去在外跑 就这样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生矛盾 发生一些争执 现在孩子跟谁 跟爸爸 你为什么没有要呢 因为当初我是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 我要来北京 所以说孩子上学等等很多的时间 就在爸爸那里了 基本听明白了 你想娶的女生什么样 我想娶的其实就是有正能量 而且人 说具体点 就是人比较好 然后对各方面照顾的比较周到 会照顾人 对 也可以聊得来 起码两个人 你觉得他是你要的那个人吗 觉得他评论其实都挺好 就是他工作太忙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 就是对我们这段感情一直有个避讳 可能他心里有一个门 我觉得一直没有打开 好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到丘比特文卷 男生情斗初开 懵懂未知 虽然已经三十一了 但是所有的状态都是初恋情人会有的状态 很多初恋的人都是很作 动不动作分手 其实他一点都不想分手 他只是觉得不讲分手 你不会痛 我就会让你痛一下 让我知道我有多痛 OK 所以他虽然三十一了 但是他还像是一个情斗初开的少年 而你啊 力尽畅丧丧 你走过人生的路 而且你又是个主管 我觉得你看起来蛮干练的 基本上 我觉得你比他成熟很多 显然是你要照顾他比较多 你一定有一个儿子 很多人都说老公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大儿子 看你有没有那种母性也想要照顾他 可是显然我这样听下来 你是喜欢成熟一点的男人 我可不可以冒显请问 你的前夫也是比较幼稚吗 不是 你的前夫除了你们之间你的冲突 工作的奇异 其他你们个性呢 合吗 还好 那我问一个大胆的问题 如果你前夫愿意跟你复合 你会考虑吗 我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至少现在 OK 如果你前夫愿意跟你复合 然后还有他共同来追求你 你会怎么选择 好 不要回答好了 不然他等一下又会说分手 OK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男生啊 你觉得你真的驾驭得了他吗 我觉得生活当中两个人 能谈得来就可以了 工作是工作的事情 你知道你塞人家照片 跟看人家手机 那种都很像小女生做的 如果你要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可靠的男人 你可能还要从容大度一点 因为他真的有一个孩子 他会去看他的孩子 他们还会有合照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他看妈妈呢 你现在不想继续走这一段感情 对不对 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很多方面不是很稳定 那你到底爱上什么 我一个女人在北京在外面打拼 然后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们共同会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只要我们俩共同出席的场合的情况下 无论有多晚都是送我回家 OK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家是住在五层楼 OK 我起初不知道 后来的时候我发现 他每一次都是等我们家五层楼的那个楼门关了之后 他才离开的 好 重点来了 第一个他的坏处在这里 但是他的好处在哪里你知道吗 情窦初开的少年有燃烧不完的热情 像我们这样力尽沧桑的人 难得碰到一个燃烧的热情 即使会唤醒我们当初对爱情的感受 动不动就分手 可是你也觉得哇 好浓 所以基本上你也很喜欢说 哇 他对我好有热情 他好爱我 所以你现在很两难啊 你呀爱他的热情 又讨厌他的桌更不成熟 如果他能够改变开始尊重你 你能够跟他走下去吗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冷静冷静 考虑考虑 好吧 男生 你理解到你的问题吗 理解 你会再删他的照片吗 至少看到的时候 下次尽量跟他商量一下吧 再删之后再删 劝你就别看了 我觉得之前看了一些都是男生比较理智 然后女生比较感性 我觉得你们这一对真的是完全相反的 然后你就说挺急着跟他结婚的 我觉得你真的不用着急 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做好那个心理准备 因为他的精力比你多很多 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你要去承受的太多了 你的心理一定要足够的强大和稳定 我还是其实我不是特别确定他是怎么追到您的 您刚才说还是被他那种非常 是这样 我觉得这慢慢以来 一些事情可能感动了我 我偶尔在朋友圈发个心情 甚至发一个我想要吃的呀或者怎么样 他都会去关注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会送到我面前 我觉得就他是一个比较 他是一个暖男 对 是一个暖男型的一个男人 我插一句话就好 好 他感动你 你有心动吗 我觉得 你心有动吗 我心里头那个时候是有点软了 你知道吗 有人这样说 感动不能当饭吃 只有心动可以走下去 对 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的纯粹是暖到你了 我觉得可能不能促使你们俩 克服很多的困难去走下去 我老觉得这个女生需要对男生最开始 有一点崇拜感 或者说心动的那种感觉 能够让你去克服生活中的很多困难 就像刚才你说 你觉得他不够上进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他这个人的这个优点和缺点 你可能需要去衡量一下 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多岁 还在刚开始第一段初恋 多半的原因是因为紫悲 你以为找一个曾经有一段婚史的女人 你就找到了平衡和平等了 所以你才会放大胆子去追 会私自地删掉别人的照片 但其实这个女人远远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女人可以放弃家庭 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支撑到北京来 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事业至上的女人 你现在并不打算考虑婚姻 你只是需要在自己忙碌的销售主管的工作背后 有一个男人能够体谅你 而且这个男人不能太过于幼稚 所以他刚才说他在追你的过程当中 你只是心软了一下 却并没有心动 从内心深处你其实根本不欣赏这个男人 甚至你会有一些看不起他 比如他种种地做出的一些不尊重你的行为 那不只是因为幼稚而得不到你的欣赏 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根本不把他当个男人 你们两个人有非常极致的错位 刚才主持人问说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我大概这些事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从来都没有 而黄国伦老师问 你是否会和前夫复婚 你说你不确定 你不确定我不认为你是对于你的前夫 还藕断丝连 而只是因为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婚姻永远是次要的 事业永远是最主要的 但其实你这样的人又活得非常之累 又需要别人的抚慰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完全全身心地 投入一档感情当中 所以你们两人在一起 根本不舍 你对这个男人缺乏基本的欣赏 就这样吧 散了 从这段感情负责任的角度来说 发现他有问题 就赶紧断掉 没有办法跟一个 31岁开始初恋的男生说这些话 说了他不明白 那只能跟你说 因为你是主导嘛 直接跟人说明白 不要再耽误彼此的时间 你追求你的生活 让他去追求他的生活 我们一起进入到 港中正蛋糕好吃不上火的黄金60秒 我还是觉得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然后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以去改 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 或者放不下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地去聊一聊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 好好地重新开始 我觉得我们彼此也算是了解了 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俩 这一年的交往当中 大大小小的事情 发生了很多很多 我现在的心情也很乱 我只想 我们彼此都冷静一下 静下心来 好好再想一想 好吗 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地交流一下吧 然后 就是多给彼此一些机会 多交流 好 谢谢两位 行了 请回 来 请关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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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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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小康二十四岁来自江苏是一名个体 女嘉宾小迪二十五岁来自山东个体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刚才那个转过来我听我这边的女生 然后那边那个一转过来 我觉得他们可以直接去拍那种图片广告啊什么的 哎呦 着急的你看看你们 他们上场的时候大家都咿咿咿咿了半天 下面我一访问他们你们更加会咿咿咿咿 因为他们的爱情基本上就是一部咿咿咿的小MV 不信你看啊 我一个一个问你们听啊你们听 是在韩国认识的对吧 是的 当时你是向那姑娘问路的对吧 对 迷路了 迷路了 后来你发现有人跟踪在这个女人的后面对不对 是的 一个猥琐大叔 然后你就不放心了对吗 对对 这叫英雄救命 对 我跟她是在去年八月份 然后在韩国当时去旅游我认识的 然后是大晚上嘛 我一个人出来溜达结果就迷路了嘛 然后后来我就遇到她了 没发现她也是中国人 然后我跟她在一块 然后那个大叔 他就一直跟着我们 然后后来我就带她我们跑掉了 然后把她送回酒店 然后后来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 在网上朋友圈就互动嘛 慢慢就有感情 好 我问你 你给这个韩国大叔多少钱 没有给钱 你安排的 对对 他安排的 不不 你不能这么小人 小年轻小孩吧 这个人生嘛总要有一些奇遇才有意思 反正就是这么相识了对吧 对的 你是江苏的 他是山东的是吧 是 是异地恋吗 异国恋吧 怎么叫异国恋呢 相识之后 他后面就去了韩国留学 对 然后就异国了 异国恋了 对对 这不挺好吗 其实他让我想跟他回北京 但是我不想跟他去北京 你现在韩国学习完了是吗 对 想去北京 对 然后你呢 他想让我去北京跟他一起 就是他说创业之类的 但是我并不想跟他一起去 我是在杭州做淘宝店主 在开网店 他回国之后的话来杭州找我 其实我挺感动的 他找我 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半年左右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就生活观念 价值观念有些问题 后面他提出要回北京嘛 因为他亲戚朋友在北京 但是我就不愿意 不想跟他一起去北京 你能举例说明你们俩这些不一致的东西是什么吗 比如说就是生活上嘛 家务都是我在做的 然后你这样吃饭的话 基本上他就比较那种很挑剔 就有点大小姐脾气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外面 吃的其实已经超出我的手路了 没有 我觉得吃饭花不了多少钱呀 但是你有算过这一账吗 你知道一个月累积起来 其实这个数字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知道吗 有没有 我有吃大餐吗 没有 你没在行中吃什么嘛 这是什么 就是他喜欢在家里做 不是 他喜欢下 每次就下馆子点点更多样的菜 就是每次 因为累积一个月的话 其实我的收入其实并不稳定 可能就是几千上万块钱 可是都不一定 那大概一顿饭要花多少钱 对 基本上也要两三百吧 最起码 每顿饭都两三百 这很厉害 这很厉害 好难也很厉害 很厉害 对 一天吃一顿 对 你们两个人都是要保持身材的 一天吃一顿 接着说 就他比较任性你知道吗 就是他大晚上都要吃小笼包 这早上的东西 我去拿整 那我晚上比较饿怎么办 你不给我买的话 难道吃泡面吗 但我可以给你做一些其他的 或者点一些其他的都可以 不是 他一定要吃那个东西 那吃那些都会长胖的 而且也不好吃 有人就愿意把自己当一个公主嘛 是吧 是不是有感觉跟公主在交往 对 就是他大小姐脾气非常严重 你像他来 就是这次来杭州找我嘛 他是因为看我朋友圈 发了一些工作照嘛 就一些跟女生一起搭的 拍一些婚纱的 一些礼服啊 一些情侣啊 这些照片 他就觉得受不了 因为我当时在工作嘛 我也不能及时回复 后来呢 我就跟他打电话 发微信 反正就怎么就联系不上他 他就不理我了嘛 嗯 然后 所以女生要求你去北京 其实是想帮他换环境的 对吗 嗯 也可以这样说吧 好 其实我当时本来在韩国生活 就很不习惯 也特别想念中国 也想念家人和朋友 然后当时跟他就吵架嘛 嗯 我当时就比较着急 心情也比较不好 然后跟父母商量以后 父母同意我回来以后 我就一回国 我就去杭州找他了 啊 然后在一块半年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正事 我就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那我做我的工作 怎么就不是正事了 你不能因为我钱少 你就因为我不是正事了吗 你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吗 什么叫上进心 我的上进心 一定要很多收入来证明是吗 你就是现在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在做我的事 我也想做得更好 但我需要时间 我需要学习 我需要一个过程 来达到我的目标好吗 今年十月份我才回到北京 就是我朋友结婚 然后我跟朋友聊了一下 我有想创业的心 然后我朋友也想做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就说一起做点事情 我就决定再也不会去杭州了 我让他来他也不来 他之前跟我讲就是 他闺蜜婚礼嘛 那个男方给了他几十万的彩礼钱 然后就说我要比他多 才能证明我爱他 没有啊 我只是要你的一个态度 我清楚你的情况 我并不是真的要 如果你去努力的话 我会很感动的 但是你却说我 家里是卖闺女的 但是你给我感觉就是 你这次有点物质来 做感情做交换 但我不喜欢这种交换 我不喜欢这种交换 你就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是吗 是吗 问你呢 还有我最受不了的 回答是吗 你觉得他很物质吗 就是你回答嘛 回答完了 我不是觉得他很物质 而是他比较任性 而且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最受不了的这一点 他会拖垮我的隐私 会翻我手机 我的微信经常会莫名其妙少一些人 甚至是有些 我工作上的突然就没了 人就没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发现 他有时候就会删掉 我的一些异性的朋友 或者什么 他觉得认为可疑的 他都会删掉或者拉黑 这个我受不了 我看到他跟那些女的照片 我真的很受不了 我跟之前的男朋友在一起 他也是说跟那些女的 是朋友关系什么的 最后就跟他的所谓的 最好的女生朋友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男女之间 没有纯粹的友情 我觉得你就是不信任我 而且你这是严重的偏见 什么叫男女之间 没有真正的友谊 那我问你 那就一定会有私情是吗 你这个意思是吗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做这样的事情 你怎么想 我做过吗 那你那天跟那喝酒 那跟男的走到一起 那怎么回事啊 我让你回去你还不回去 你想干嘛呀 那心情不好呀 你让我心情不好了 别人还不能逗我开心了 是吗 你有想过我的干什么 我那是工作 那只是朋友呀 你都不理我 你对我冷暴力 我怎么办 我觉得你无理取闹 而且我跟你解释 我真的 我解释得很累了 真的 好好好 你打算让他去北京干嘛 我就是想让他跟我一起 做那个外貌服装 做外貌服装 就是跟我朋友一起 开一个外貌服装店 你不想去是吧 对的 我认为我去了之后 他会强行用他的价值观来控制我 所以我不愿意去北京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请教 他自己跟我讲 他因为他亲戚朋友家人都在那边 所以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是我们在杭州之后 已经入不敷出了 所以说他才提出要回北京 那我不是为了我们以后吗 我跟他在杭州半年 什么都没干 是因为我觉得普通的上班 一个月就赚几千块钱 根本就不够的 然后我当时在韩国留学 也有兼职工嘛 就每个月也能赚个六七千的 然后跟他在一块全部花光了 然后我就觉得不能够这样下去了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 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奋斗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会够吗 我觉得不需要很有钱 但是能够用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在一块 你给个指标嘛 我觉得一个月一两万就够了吧 其实很多压力他都想不到 他以为就说得很容易 你知道有压力 你为什么还不去努力呢 好好好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呢 我就是要他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北京 我不愿意回去 那你来干嘛呀 你直接在杭州跟他说了 对不起啊 我不去北京完了吗 你干嘛来这 我跟他说我不回去啊 我跟他说了 那你干嘛来这啊 我觉得还是我要 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他既然说来解决问题了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出现的 你要出现 对 如果他给你留在杭州 OK吗这件事 但是他已经明确告诉我 他不会留在那里 事物嘛 总是有变化的对吧 万一呢 那我希望他是留在那里的 留在杭州 陪我一起工作 混斗 我不可能跟他在杭州 我见不得他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一块 什么叫不三不四 我工作那搭档什么 怎么就不三不四了 我搭档是淘宝的 你有尊重我吗 他是淘宝的什么样 就是也是服装的 那他去北京不是也会跟这种 你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吗 对 但起码跟我在一块嘛 我比较安心一点 他其实就是想控制我 但是男生你刚才说你不愿意跟他去北京 是因为价值观生活的一些观念不一样 对 但他留在杭州 他不还是这个观念吗 但是我觉得我是在靠自己 我没有就是依靠其他人 我觉得独立特别重要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逻辑的 他是为这个女生要靠家里的人 留学的钱都是家里人给的 不是 就是我去上学的话 学费什么肯定是家里给 但是我过去以后 我都会兼职打工啊 哦 你在韩国留学多久啊 半年我就回来了 哦 就因为他什么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 就是在那边吃的不习惯嘛 然后就比较想中国 哦 就想家呗 对 然后我在那边 真大小姐 一两天吃一顿 因为吃的真的是太难吃了 我一下都瘦了二十斤 哦 减肥是一个副产品 两个人看起来呢 就觉得还不错 但是一交往发现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 是很 是不是这意思啊 有问题 是的 好吧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奔卷 刚刚他们两个唇枪舌战的 宛如在看偶像剧 一个非常的激扬 然后一个很冷的 悠悠地回答她 哎 我觉得女生啊 你讲话一直都这样吗 嗯 对 我一直都这样 我话比较少 你们两个看起来外貌还蛮登对的 女生为了你从韩国回来 对不对 男生 是的 我觉得蛮感动 对 我也很感动 这是为爱走天涯的一个表现 但是生活是长久的事儿 对 并不是说一时好感 首先她为了你回来 这个你有收到诚意吗 不是 还因为吃的不好 对 你不用断章取义 主要是因为为了她 还是吃的不好回来的 本来是吃的不好 就有点受不了 但是被她一刺激 就完全决定了 我不要害了 OK 好 那男生现在 我觉得你NEO在这里 其实说实在 做淘宝生意的 在天涯各地都可以做 对不对 因为网路上做嘛 说实在你在北京做 在南京做 在杭州做 都可以做 为什么一定要在杭州做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跟你去吗 因为你刚刚讲了好多话 都让她非常的不爽 第一 你说她没有上进心 你把她快气死了 你没有上进心吗 我当然有 你有在努力吗 我在努力 你有在努力 不然我就跟她去了 她是认为 我的努力 应该用金钱来提现 对 我懂 你是不是嫌她穷 你直接说 如果我嫌她穷 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OK 重点来了 这个女生的意思是 你在北京 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是不是 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不爽 你说她跟 不三不四人在一起 你批评她的朋友 这个其实对男生来讲 很受伤的 如果她做这个工作 需要拍很多model的 女生 都会有女生来 你可能要用 换一种眼光 去看她的朋友 否则她会非常不爽 第三个 你一直叫她跟着你走 她认为她是大男人 她有骨气的 你觉得这样是影响到你男人的自尊 你偏不跟她走 对不对 因为反而越来越感觉 是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如果她今天非常温柔地说 我们一起去北京 你陪我 然后不要批评你这些 你会跟她去北京吗 我追寻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会跟她去北京吗 不会 那你们两个可以接受异地恋吗 我觉得异地恋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本来她现在就已经对我 就冷处理了 OK 冷战 男生你不愿意退让 你也不愿意退让留在杭州 对不对 对 我不会再留了 OK 看你还说什么 没了吧 其实特别好奇 这两个人为什么来 兔老师给分析分析 我很好奇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大家能帮我说服她吧 帮我劝劝她 哦 来来来来 男生始终用一种非常高亢 和节奏快的语言 来解释所有的事情 女生永远是不紧不慢 但虽然女生是不紧不慢 但是这种不紧不慢的背后 那种傲慢 和那种压力 分明男生是感受得到的 男生一直强调说 我不要她控制我 虽然我们也没听出有什么控制 但很显然她感受到 而且我也感受到 你看这个女生从家里去韩国 只因为一个东西吃不习惯 半年她就回来了 而她从韩国去到杭州 不是为爱而奔走 只是因为不能够忍受苦难 如果她当初是毅然决然的 为了爱而到杭州不远千里之外 她不可能说到了半年左右 她就忍受不下去 她不可能半年左右就看不上一个男人 否定一个男人 也不可能在这半年当中 她无所事事 什么都不做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工程 却一点苦难都吃不来 而她那种不紧不慢的语气 那种不屑于与你争吵的态势 就让男生感觉到了控制 所以我大概认为 男生你是不能去北京的 你绝对不能去北京 你不能于 我不会去的 谢谢老师 不会去的 对 你不能屈服于 一个这样荒谬的理由 而至于女生 我大概认为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 对于爱一个人要付出多少 你大概是毫无概念的 你可能认为 任何一个决定 都可以轻易地做出 我想回国我就回国 要知道现在 如果一个家庭供养一个孩子 就国外留学 其实付出挺多的 不会因为你一个东西吃不惯 你说你半年就回来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简简单单成功 留学是如此 恋爱也是如此 当一个男人感受不到 你对他真心的付出 只有每天慢条丝里的 凹造型的话 这种工种养不起 你就干脆回避 就这样 我知道了 谢谢老师 其实呢 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们家那小宝贝 走哪都要抱着他一小兔子 你要给他洗 你说这个兔子给你洗一下 他都不愿意 你什么事跟他商量 很难商量的 通 小孩不懂道理 这也就算了 但是你长大了 还这么不懂道理 其实吃亏的就是自己 女生你自己琢磨这句话 男生 我认为 没有必要 这么生气和抱怨 其实你今天的状态不太好 就是我相信如果遇见的时候 你是这个状态的话 这个姑娘也不会喜欢上你 你们恰恰要反思的是 为什么 你们恰恰的这半年时间 到了杭州的这半年 女孩变得这么优怨 男孩也变得这么优怨 你们这个情感里发生了什么了 是 我要需要反思一下自己 真的 我觉得男生一定要 你一定要反思这个 我知道 女生 我倒劝你啊 你可以考虑在杭州再试一试 我不说你一定跟他在一起 如果你以这种方式 离开杭州 你可能一辈子都会活在 大妈或者亲朋好友的照顾之下 我觉得女生应该有一个 属于自己独立的生活 不要靠别人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让我们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名 其实我自己也在就是追求 也想要一个更高的一个生活 但是我觉得想达到这个目标 我想自己经历这一切 我也试过跟你在杭州待过 已经半年过去了 我觉得还是这样 就没有上进努力的感觉 我不喜欢这样子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该好好想一想吧 对 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不管结果怎么样 反正我都希望你好吧 你开心就好 因为你想回北京 请亮灯 最后两个人说的还挺七碗的 你开心就好 去北京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认真考虑一下好吗 来 请关门 嗯 嗯 所以 真的就是爱不够 爱够了就可以克服很多事情 就是什么都没有嘛 好了 祝他们找到彼此想要的生活 找到彼此想要的幸福 一起进入到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来自万事大爱情保卫战专区的网友提问 我和男朋友明年就要毕业了 近期一直为毕业去留问题争吵 他家条件比较好 他执意让我跟他回家 让他父母给我们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不想沾他们家的光 而且我也想待在我父母的身边 陀老师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跟刚才的这个题有相同的地方 如果说爱一个人是唯恐自己没有能力 能为对方做点什么的话 那么待在他身边是你唯一 也是最简单可以做到的 如果这点也做不到 你还谈什么爱他呢 谢谢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理支持 本栏目由只做好中药健康天下人 郁志玲特约赞助播出 本栏目由三金牌三金片特约播出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